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最近TSG战队本来没有什么新闻,不过队内的射手小九却因为个人素质问题出来道歉了,成为KPL第二个做移工的选手。 事情经过其实很简单,小九在自己的粉丝群里设置了一个拍一拍,其中的文字显得有些低俗。 群里的粉丝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,还让小九赶紧修改,不然这个群就要没了。 大家平时也会修改拍一拍的后缀,和自己的朋友开一下玩笑,不过小九的粉丝群里很多都是未成年的女生,设置的这个话语确实不太合理。 有些人始终是无法接受的,这个后缀被曝光之后,小九很快就做出了回应,在微博发了道歉声明,小九表示这是自己打职业之前的后缀,一直忘了修改。 属于无知跟风景美,不是自己的本意,并且已经向俱乐部申请扣出一个月工资,同时参加公益活动。 类似于小一的一波活动,其实小九的这个事情并不算严重,还没有涉及到的层面。 但是由于自己是职业选手,这样的行为才显得不合适,他不仅道了歉,还主动扣罚工资,以及做公益活动。 可以说态度十分诚恳,小九在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不错。 虽然KSG成绩一般,但小九的对线能力很强,不输一流射手。 这只是他在KPL的第一个赛季,以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 希望这次的事件不会影响他的职业发展吧。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小九修改的后缀呢? 我是李飞白,记得点击订阅按钮,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